我们现在位于中国新疆的霍尔古斯 来到了我们霍尔古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 我们这个园区呢 主要是以这个智能温室来种植樱桃和 樱桃番茄和大番茄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我们的生产车舰 我们这个园区呢 是我们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这个园区的建成呢 不光是为我们周边的老百姓提供了优质健康的水果 同时呢 也为带动周边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这个园区最重要的一些技术应用呢 一个是应用了非常广泛的物联网技术 温度 湿度 二氧化碳浓度等数据 并且呢采集作物每天的蒸腾量 以及呢 基质的含水量这些数据呢 来辅助我们决策 我们现在的作物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如何能让我们的作物 获得最高的产量 同时呢我们运用AI技术 每天呢我们有AI机器人去温室里进行询解 判断我们的作物当前有没有潜在的病虫害发生的危险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防控 将我们病虫害的防控的成本降到最低 第三呢就是我们在生物技术的运用上 我们通过前沿的这个种植技术 将我们的番茄呢 产量从传统的2到4个月的待备时间 增长到12到18个月的种植时间 让我们番茄的产量呢增加了6到10倍 像我们通过这个种植技术的一个调整 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工厂化农业的一个理念 所以说我们在生产番茄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的调整 我们的种植出来番茄的质量和产量 如果说市场需要更甜的番茄 我们可以生产把糖度生产的更高 如果我们需要市场上需要单果种更大更漂亮的 我们就可以生产果子更大的 这就是工厂化农业的一个优势 能够更好的为市场提供统一的标准的商品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